往那个地方 往那个地方 陕西一老农挖出风水大师袁天冈墓 历经1400年无人赶到 传闻墓中暗藏大量神秘机关 无数盗墓贼命丧其中 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袁天冈的墓中究竟埋了什么呢 1979年 陕西摇电镇的一位老农 正在田地进行劳作 此时正值遇见 他要赶在汉起来林前 将自己的菜地雕灌完毕 但娇着娇着 老农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田里的水不仅没见长 反而还下降了不少 他看得心里直犯嘀咕 为了搞清楚原因 老农就在菜地里查看 这一看不要紧 他发现自家的菜地里 有一个硕大的窟窿 水还在不停地往里面倒灌 老农顿时心机如焚 这要是让水一直流下去 自家的菜不都要枯死了吗 他赶紧叫来村里人 打算将洞口堵上 这时 一位村民却有了一个猜测 这会不会是盗墓贼挖的盗洞呢 毕竟好端端的菜地里 是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坑洞的 而且村里的老人还常说 村里有座大厨 相传是风水大师袁天刚的墓 里面可是买了不少的宝贝 这下 在场的几人都心动 虽说这座墓很有可能已经被盗绝 但万一落下点什么 那自己这辈子可就不愁了 就这样想着 张老汉直接跳进了坑洞中 但他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腿好像不受控制一般 不停地往下坠 这下张老汉慌了 他猛然间想到 这难道就是袁天刚设计的陷阱吗 要知道 作为唐朝的低风水大师 袁天刚可是李世民的座上宾 此人不仅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就连大唐的气韵 都能够向后推算2000年 大名鼎鼎的推背图就是袁天刚所著 就在张老汉绝望之际 上方的村民赶紧将其拉了上去 回到地面的张老汉一阵后怕 因为袁天刚此人可一点都不简单 作为隋墨人士 袁天刚出生于蜀地 相传其年幼时家境贫困 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 其拼命用功读书 但袁天刚读的书可不是知乎者也 而是学子们眼中的玄学 就这样 袁天刚慢慢在玄学方面 有了不小的造诣 甚至 他还曾经败入药王孙思淼的门下 学习了一段时间要领 除此以外天文学 地理学 袁天刚全部都有涉及 就这样 袁天刚的名声渐渐传开了 并且他的推演之术最为神奇 传闻袁天刚只要看人一眼 就能够知道对方心中所想 还能知道他人未来的命运 可谓是神乎其神 之子 袁天刚也有了活神仙的称号 当时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请求袁天刚为自己算命 但如果说最有名的 还要是袁天刚为你 对武则天面相的姿势 陕西老农挖出风水大事 袁天刚墓 历经1400多年无人感到 他到底是人世仙 墓中的机关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相传在武则天小的时候 袁天刚就为其算过命 当时武家人谎称武则天是男孩 让袁天刚为其查看面相 袁天刚沉思片刻后 说出了一段让武家人惊讶无比的话 袁天刚表示 如果另爱是女子 将来一定必成大器 甚至天下之主也处处有余 但可惜只是一个男孩 武家人听完此话后大吃一惊 而后来 武则天果然成人 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可见袁天刚看面相的本事 完全不是吹嘘出来的 不过相比于前半生的出神入化 袁天刚在后半生却背负上了妖人的骂名 当间有传闻表示 袁天刚当年其实并没有死 而是利用妖术吸收他人的惊魄 以延长自己的寿命 最后竟然直接活了三百多年 如果不是此举有为天理 那么恐怕袁天刚还会继续存活下去 所以张老汉才会如此害怕 而当张老汉逃出洞口以后 这才借着光亮 发现了刚才自己下坠的原因 原来在洞窟之中竟然变不离弹 自己的腿刚刚正是身陷其中 都不禁让张老汉怀疑 这会不会就是袁天刚部下的疑魂阵 相传袁天刚在死后 在自己的墓葬中留下了很多机关 一般人进去简直是实死无生 除此以外 袁天刚还为自己的墓葬部下的风水大阵 为的就是防止盗墓贼来打扰 总之 关于袁天刚的墓葬 外界说法很多 张老汉为了自己的小命 只能放弃寻宝 转而向专家进行求助 专家在现场勘探以后 发现此地的风水 跟袁天刚推背图中 所记载的完全相似 但墓穴结构却千七百怪 完成无法有效深入 只能无奈放弃 而袁天刚的墓葬在村里现实的消息 也被全村村民所知 大家害怕此事会将风水破坏 于是就出自为其修缮石碑 以此来纪念袁天刚 但归根结底 专家并没有发现任何 关于袁天刚尸骨或是墓市民的情况 所以此处墓葬是否真的是袁天刚所留 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因为在全国各地 都发现了有关袁天刚墓的情况 有人说这些墓都是一关种 有人却表示在 这是袁天刚为了迷惑后人所留 但无论是哪种说法 都对袁天刚风水大师的名号 深信不疑 就是不知道 在真正的历史上 袁天刚会不会真的那么神奇 大家认为